无尽星祭 细数圣经启示录的点滴 揭开人类时代千古迷团的面纱 闪耀创造主的威荣 宇宙间户系不息 飘越光烈 一游如时间表 记载神殖启示录给人的警告 三千多年前 摩西十灾 更远古的罗亚大洪水 只因为一火神秘的星体 Planet X的循环接近 深言八章提到 智慧喜不呼叫 聪明喜不发声 天地间 有谁愿意听神的声音 神的警告呢 原声世间常飞映 眉美闪烁出神心境 重声重声 重声重声 说说主的神圣 连上世中问过多少究竟 生命远是窝影祖人在凡声 谁听 是我创造神大名之声 愿我神甘倾听 众地去 Planet X 被不同古文明所记载 他被现代人类刻意隐藏 今天 他的再次接近 使地球爆发各种如摩西 诺亚时代的毁灭性再样 成为人类的末后警告 圣经提及 诺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天就诺亦 普障书卷被卷起来 三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圆我神甘倾听 众地去天烈冷方击 众山海变千富与盈 全阁信尋着你 浪残地里有转声方格我道理 永定已跟着你踪影 为你倾心倾我命 心甘倾刺 圆阳路波影 在这个逼近末后灾难 审判之时 《星祭启示录》 将会逝去世界的种种歪谋 展现人类真正的答案 《星祭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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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一天之内可以升跌20-50% 因此如果在主日分享的话 有部分不成熟的基督徒 会被叛倒 因为他们听不清楚之余 也会在价格下的事感到后悔 此外 很多人对于比特币 也都是一无所知 甚至不求审解 无乱给予意见 Webbot的作者Cliff Hyde 本身是电脑天才 明白比特币的编码 所以Webbot对比特币的预测 应该会非常准确 原因Webbot设计的目的 就是预测经济 此外 比特币是Cliff Hyde的专场 而比特币的走势 正正应验Webbot所预测的 只是时间有所偏差 就如全球性海岸线事件一样 它亦会有转连以效应 亦会有时差 Webbot早前亦预测 当比特币和银狂升时 就会发生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比特币会在666经济系统的前身 因此仍是初刑 所以当其价值贵过金价之后 更会上升20至30倍 如果我们懂得捕捉 我们可以使用电子货币 而不用装上晶片 并且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 价格才会仍然较低 但如果错失了 将会为到生活的缘故 而装上晶片失去救恩 因为我们不应该恒惠知识 反而要努力学习 原因无论如何 将来全人类都要使用 因为这是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配套 就是不论灾难有几大的程度 货币都不会因此断绝 而敌基督将会借着 垄断世界所有买卖 来控制和掌管很多人 所以基督徒要对比特币有认识 才能够救己救人 至于2013年4月8日的讲座当中 一华牧师透露 Webot发放了很多有关比特币的资料 分析相关的内容 更是好像出埃及记的活剧 莫西在离开埃及时 向轮舍取金银造成回幕 只是他们用来建造了金牛族 因此如果在处理比特币上出错 就会犯上金牛族的罪 就是将神原先计划建殿的祝福 变成了金牛族 Cliff High认为 这个出现了三年的比特币系统 是完美的设计 比特币是由一位使用日本名字的匿名者所设计 他的名字意思是智慧 当这个能够自我进化的系统面世之后 设计者也随之消失 没有人能够找到 比特币的概念能够取代银行 解决银行百年以来的问题 因此比特币会是 Freemason所设计出来的答案 就是当他们让银行和经济崩溃之后 人类必定接受的解决方案 就如塞浦路斯 原本是欧洲的富国 但却成为Freemason的试点 加入欧盟之后 反而由富有国家变成欠债 最终让银行可以充公存款 便想以打劫存户的方式 去帮他们还债 因此当塞浦路斯 决定开征47%的存款税之后 比特币价值升了三倍 比特币是一种电子货币 虚拟货币 不存在在这个世界 只是存在电脑里面 比特币在2009年 价值低于港币一线 但到了2013年 已经升值了超过10万倍 将来也会上升另一个10万倍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投资 可以出现这个奇迹 Wedbot预计 这个上升现象 同样会出现在白银上面 而当比特币升至10亿美元时 其实也可以将一枚比特币分为1亿份 因此 不要等待比特币跌价才扣入 应该尽早购买 原因 假如你今天买了一个比特币 相等于将来你中了一张1200万的彩票 并且中了800次 这就是10亿美元了 比特币作为货币使用 可以用来购买不同的物品 或者作为汇款 但是中间不涉及银行 不用收手续费 与现金不同 当收到比特币之后 手上的比特币不单止不会贬值 还会不断升值 原因 比特币在一天之内升值一倍 是常见的事 所以 将来很多人都会乐意使用比特币 假设比特币 成为了全球2%的流通货币 一个比特币的价值 大概会值560万港元 但是当成为了全球货币之后 一个比特币 最少价值10亿美元 因此 比特币最终可以取代银行 比特币 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电脑加密系统 越多人使用 越不能够被入侵 若有人想入侵并且破坏它 相等于要攻入 全世界每一家国家银行 总括而言 比特币是666经济系统的前身 它的设计是挖时代性的 凭空以一个电脑程式 解决了银行系统的贬值问题 甚至取代经济体系 成为比特币 金、银、重要贵重的货币 当升过金价之后 可能会再升至50至60万美元 才会有人放手 Max Kaiser 也曾经预测 比特币可以升至70万美元一个 虽然 Webbot预告比特币的升值情况 但是始终存在风险 或者666系统是另一种货币 但是这个机会好未 原因能够面对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系统 要花几年时间才可以建立 但是无论如何 只是建议买一个就足够了 比特币设计总量是2100万个 现在已经被发掘1100万个 比特币的生产设计 是由A和B 生出新的C出来 对于C 有一个身份 有它的价值 所以 头四年 是800万个 接着四年 减少一半至400万个 在下一个四年 是200万个 到了将来 达到总量2100万个 由于每一个比特币 都记载了由出生开始 是由哪一个的电脑发掘出来 再买给哪一个 整个帐目 都记载于程式之内 因此 比特币 是一个会进化的程式 就好像电影侏罗机公园一样 集合上千台电脑 一起将影片运算出来 而比特币 就是一个由不同电脑 挖矿机 不断运算的加密系统 每当比特币增加时 全球所有正在挖矿的电脑 就会一起启动 使整个系统更加像银行 更加难被人入侵 因此 所有比特币的交易历史 都会永远记在里面 无可能造假 挖矿 就是维持这个系统的安全性 而新比特币的出生 就是挖矿的报酬 因此 当比特币数量到达2100万个时 这个将会是一组非常复杂的数据 而一台电脑 是无可能将假的资料 输入全世界的电脑系统中 原因 比特币的数息 储存于全世界每一台电脑 这个就是类似Bt系统 就是让全球人类文明 被全球星海岸线事件毁灭之后 只要有一伙种子 就可以生回所有东西 因此Bt系统 让所有书籍 影片 教学 歌曲 文章和电影 变成种子 存于不同的电脑里面 同样 全球星海岸线事件之后 银行系统会因为各种公共设施 被破坏而崩溃 不能够进行银行服务 亦不能够汇款 Webots预测 全球星海岸线事件之后 最少20年内 不会再出现人造卫星 所以 比特币在通讯中断时 可以国内买卖 但是当能够对外通讯时 比特币就可以与其他国家接上 总结感染部分 对于一些不理解电脑 和不认知经济的人 往往都会觉得 新事物与他无关系 但是这样 却是会使人的爱心漸漸冷淡 因为当存在爱心 才会为着座己助人 而愿意学习 为人付出 这样 神才会让我们得着先见之名 正如摩西 亦愿意为以色列人杀种 神就让他成为先知 因此 我们懂得扣买比特币 就是神让我们拥有的先见之名 所以我们不能够恨户知识 因为这样难免受罚 而典型恨户知识的人 他们的生命就好像 馒头乌鹰一样暖撞 所有的机会 也会日盖错失 从20年前的自然疗法 商养水 和医疗方面的知识 都现在的比特币 都是因着愿意负责任 而神吸引这个先见之名 不恨户知识的 会受掌赏 原因 比特币按住轨迹 将会再升10万倍 当然 比特币有其危险性和难度 但是正因着这种难度 才让比特币的价格 不会涨得太快 到所有人都能够轻易使用时 就是变成666晶片的时候 这个星期 一华牧师继续分享 比特币的内容 好了 既然比特币那么好 那为什么它和chips有关 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全部用洗钱的方式去想它 但是现在用人伦的方式去想它 你知道 如果将来你有很多比特币的话 你一定会用chips的 尤其是将它变成全世界全球货币 你一定会用的 启示录 十三章 十五至十八节 又有权柄刺及它 叫受账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受账的人 都被杀害 它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由手上或自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者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受的数目 因为者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 六百六十六 圣经预言 世界末后必定会出现 由的基督掌控的受印经济系统 这个是一种 藉着666 电脑运作的统一货币系统 大家可以试想 全世界能够一起执行 就必须是一种 全新的数码化电子货币系统 到时 除了那些接受受印的人之外 其他人 都不能够做买卖 但是 当大家阅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想过 推行666受印货币系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答案是 按着圣经所预言 在七年大灾难里面 地基督必定会使全球货币统一 让人类进入假和平里面 因为唯有等待货币统一之后 地基督才能够强逼所有人 使用唯一的货币作交易 事实上 这种能够将货币数码化 成为全球统一的货币 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并且这些是科技上 一直从来未能达到的技术 所以 未有一个国家可以推行 更黄论 在全球成功推行 然而 按照Vmission一贯成功的做法 从混乱中 制造出新的秩序 即制造问题 演绎问题 最后更提供答案 只要 他们能够制造出 足够庞大的经济问题 然后演绎问题 并提供答案 全球性统一的货币 就能够 说服全球民众去配合推行 因而 在2013年 按Wedbot作者的描述 比特币 Bitcoin 是一种穷人的货币 他极大机会 成为将来全球性统一的货币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如果现在 譬如我当Benny 他有1亿 一些人想抢你钱 便标他心 现在是1亿 港币 标他心的时候 他要打电话给他老婆 说 我标了你老公心 你拿钱来吧 你拿钱来 给我吧 又或者 叫Benny 过钱 又或者 所谓过钱 甚至可能跟他银行去拿钱 这样 是不是这些 是不是 因为如果过钱 就立刻知道你的户口 你就中招了 跟他银行去拿钱 拿了之后 就可以了 你见不见 如果现在 去抢一个人的钱 是要 经过第三者 第四者 甚至要冒险给银行的闭路电视 拍了你 是不是 到第二天你撕了票 没有Benny 最后跟他一起出现的那个是哪里 在汇丰银行的你 那你下班吧 你下班吧 难道你拿钱的时候 带着私物 扣在他那里去拿 是不是 你不会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 现在抢钱很难的 起码有第三者 有个叉 拿着枪 站在门口 是不是 但是如果 Benny的一亿 是比特币呢 比特币就是说 你可以将你的钱 用的密码 你就可以 进去拿 按键就给人 所以他是比特币的话 你想抢一个一亿 很容易的 你抓住他 跟Benny说 Benny 麻烦你给我一个密码 让我帮你 转了你的一亿 给我 如果你不做的话 我先由切 第一只手指公开战 逐切切 任何人都受不了 他一定做 弄完之后撕票 从头到尾 有没有经过第二个人 没有 他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人知道 他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 以前我们说的那种经济系统 原来真的有银行 真的有些计划 是不是 始终他帮你保管你走进去的时候 有另一个人监护着 但现在是省了很多钱 并且那些钱是升 但是中间你和那人过户 是没有第三者的 值得 所以那人只要标了你心的话 就可以拿了你的密码 就把你的Bitcoin 过了给他的电话 是不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要装切试了 就是说不是用密码去辨认 那个Bitcoin是哪个 是用那个chips去辨认你的DNA是哪个 而你过了第二个DNA的话 然后你又消失了的话 那那个就拆了 是不是 所以没有这个chips 不能够做买卖 就是这个系统 因为没有人够胆 这样做买卖 而事实上最早 拥有Bitcoin的人 个个只要有一个 或者十个 你开始拥有 譬如像今天你买一个 你很开心 我个个升了千多元 但是到十年后 你就后悔 为什么我告诉别人 自己有一个Bitcoin 因为那些人 是拥有一亿分之一个 OK 但是你一早告诉别人 你已经有五百个Bitcoin 是不是 那就没有朋友 现在十个Bitcoin 这个时候很普通 等于三年前拥有一万个Bitcoin 很普通而已 但是现在你试试告诉别人 你有一万个Bitcoin 哇 你的生命危险 只要他会用Bitcoin 他就知道如何拿到你 只要他问你拿个密码就可以了 是不是 只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而中间是没有线索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他没有经支票 没有经户口 没有经政府 没有经银行 没有经闭路电视 就是你和那个人 是不是 所以将来那些人 是自动会接受Bitcoin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舍得Bitcoin 那种会升 会解决一生财务问题 你想想 你只是想想 现在你的时候 是快升十万倍的 你现在买到一个Bitcoin 你将来还需要做工的 全职都退休了 是不是 每个都 明白吗 那你想想想 哪个人 不吸引 就是现在你想想 你如果你在外面做 那一筆的强积金 就来都没卖了 现在 香港政府 在2000年 12月1日起 推行强积金计划 简单来说 雇主和雇员 每月要供款 越新的5% 举例 如果月新一万元 雇主供款五百元 雇员供款五百元 合共一千元 除特殊情况外 例如 永久性离开香港 否则 一般议员 雇员要到65岁 才可以取回供款 而供款 责会交由盈海的 基金管理公司 用作投资股票 基金 债券等用途 其求可以每年赚取回报 为雇员的晚年 即处退休金 第一 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二 也可以保证雇员的退休保障 但是 由于强积金供款 是交给私营基金管理公司 因此 雇员往往成为他们的提款机 加因行政费用高昂 一年的回报 大部分 也会被行政费蚕食 支付行政费后 强积金的回报 都是视乎经济市场的情况 而2009年金融海啸后 大部分都录得亏损 即支付行政费后 再加上亏损 直至 美国量化宽松后 开动印钞机 到2012和2013年 回报才有好转 但当计算升幅 和扣减行政费和通胀后 回报 仅仅聊性于无 并不能够发挥累积的功效 只能算是协助雇员 有储蓄的习惯 但更甚的 在外国 退休金 变成欠债政府的前商 一方面 每月退休金供款 被迫投资 变相帮助救市 例如 借钱给政府 100年之后 才还给你 让我们开始 100年之后 会计划 1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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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如果他们无法 判断 如果他们无法 判断 不计划 因为 我们不计划 这些东西 要预算 但 我们不计划 这些东西 要预算 4% concent ils 300 bricks can you really on a 100 year view of britain's british history with all the crises and inflation and war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an you really say well four percent is a good return for that kind of risk no but the thing is there are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who are constrained the bank of engl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buying 30 of the outstanding giluts the the government's issued is about a trillion outstanding the bank england is on the way to 325 that there are pension funds who are more or less required to hold guilds. and the longer dated the better. but it's a symbolic… it's a symbolic…it's only going to be a couple of billion we suspect. so it's not going to make a meaningful difference to the duration of Britain's debt, why make a symbolic move like this? to show that you can. c clearly the UK is doing two things one is trying to get its debt under control through austerity 但是在同时,它也在试图中拥有更多的国家的时间 在说,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时间的时间 所以,因此,我们的时间是不太大 其实,我们的时间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就会更长的时间 我们终于在这一段时间的时间 《Say Hello to 100 Years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是什么你提到这个词 是否真的那麼糟糕? 對,沒有正常、不困難的投資者 會購買這些債務 但有足夠的債務資金和銀行 都會購買 所以可能會購買 甚至直接盜取退休金 變相衝攻 例如阿根廷和匈牙利 將私人退休金變成國營 以購買政府債券 另一方面 當政府破產 公務員的退休金 更加變成一無所有 這早上, unions和債務在 Detroit 正在準備了他們的訴訟 一法定人議員 明天,那市民可以剪債券 清理道理道 讓 Detroit去結婚 這決定是一個大爆發 令人工人在市場上 在各個國家 議員在 Detroit 議員,早安 早安 早安, Charlie Detroit公司正在說 出發新的開始 這份禁止 but it will involve lots of tough cuts and many thousands of public sector retirees here are bracing for painful sacrifices that could set a precedent around the country Do you feel betrayed? I feel betrayed, I feel short changed, I feel angry I feel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right now Get you moving and then we'll try you on the treadmill David Allen was a firefighter for 20 years before an on the job accident left him barely able to stand He's been getting a monthly pension of $3,000 from the city but he knows that's coming to an end The reality is there's not enough money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we do Allen is among the 23,000 public retirees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If they cut my pension to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doing, 16 cents on a dollar There's gonna be another empty house in the city of Detroit because I can't afford it But the fact is that Detroit cannot pay its bills or provide basic services The judge said it's insolvent The shorthanded police force takes 58 minutes on average to respond to a call for help The national average is 11 minutes And at any one time, two-thirds of the city's 36 ambulances are not running This is a national humiliation, isn't it? It's a bad day, I would say that But it's also a bad day for the other cities and counties that are following Detroit Consider that 25 major U.S. cities are said to be short a combined $125 billion of what they owe in retirement benefits If Detroit is allowed to cut its pension payouts, critics fear other cities might now b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bankruptcy as an option They can do the sa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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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甚至有机会不需要到达退休年龄 已经可以提早退休 这个就是全球政府能够做到的事 全球的银行能够做到的事 但想想全球政府、全球银行 想了几百年、几千年都搞成这样的数据 为什么有人可以研究了一个Bitcoin系统 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是非人类 设计的方式都是非人类 里面有很多系统 但我简单告诉你这些体制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人去买挖矿机 挖Bitcoin 其实它就是那个服务 你们转数就是由它承担 但问题是因为它与日俱增 所以它永远是今天挖的Bitcoin 已经追上那天的薪金了 而且它只放了机器在那里 那是全都赚了 但问题是如我所说 会四年减少的话 Bitcoin只会升的 被迫是升的 越多人用它就会升 原来它是货币 它不是金 它是货币 但是它达到货币的效用 对不对 比如举个例子 你拿那张十元纸 如果你拿了十元纸出来 它是什么? 是油墨和一张纸 但是它达到货币 所以你就用它 对不对 Bitcoin就是这样 它达到的货币比你那张十元纸 你都不知多少倍了 对不对 它随时就是 总之就是你现在十元 换回十元的Bitcoin 这张十元的Bitcoin 在三年后就会完成 它会升到十亿美金了 OK 每一个Bitcoin是十亿美金 在三年后 OK 这个就是它的程式会这样走 然后再三年后再升 但它就不会升到那么大幅度 OK 所以变成 这个就是Web Bob所提出来 就是说出来 按着Quickify 它说到Web Bob所显示出来 Bitcoin就有这一件事了 所以变成当它说的时候 其实当它大半年前说 它说的时候是五元美金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啊? 这样吗? 不是啊 转头为何四十多元 然后再跟你说 四十多元 到你买的时候 每个都九十多元 今天跟你说的时候 已经一百八十元了 仍然它有上有落 有上有落 就是有人试试 现在全世界80%的trading都是在Mangkok那里做的 如果想购买比特币 有以下方法 一 使用挖矿机 但这个方法 对于一般只买一百个以下比特币的人而言 是不切实际 因为比特币已经是广为人知的网络虚拟货币 参与挖矿的人极多 挖矿成本已经较直接从比特币市场买入比特币更贵 二 在拍卖网上直接从卖家买入比特币 但现在已经较少这类比特币放盘 三 使用比特币的提款机 以现金兑换比特币 但至今香港仍未有类似的比特币提款机 若然有 钱爱非常方便的渠道 买入别人放出的比特币 四 先在比特币的交易平台开户口 然后以类似买卖股票竞价的方式 在平台买入比特币 这个也是现金最多人使用的方法 现金主要的交易平台包括 第一 位于日本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比特币交易平台 Mandgots 各平台已经约有三年历史 但因为由香港电汇往来日本的费用高 也都需要数天时间 所以现在香港已经很少人使用Mandgots 买卖比特币 第二 中国大陆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当中以BTCchina.com 火币网 和OKCoin较为出名 但现在BTCchina.com 不能用银行户口直接过数 所以大部分人就使用火币网 和OKCoin买卖比特币 第三 香港的交易平台 当中只有一个名为为元通的交易平台 但使用人流非常少 似乎只是由一人管理的平台 所以 人们对它没有太大信心 但请大家无必留意 假如比特币出现大幅上升 你必须想手上的比特币 放入自己的私人钱包之中 否则 网站万一关闭 你就有机会失去自己的比特币 其实它跌很多时候就是这个Manko 有人用电脑去接触它 即是它搞乱那些东西 因为现在网上那些人是这样做的 但问题呢 就像银行那样 都可以因为这样去偷数 但是唯有 如我所说的 银行那些电脑已经过了时了 但唯有 这个我们所说的Bitcoin 其实是 那个计划自己会进化 不断进化 永远有谱矩 就是说 总之现在它价值200亿 但问题是这200亿里面 如果你继续这三年的人工 和很多人拿去挖 其实你是不只用200亿 去做这个系统出来的 就是当你去银行 它必值那么多钱 它是service 去收你那么多手续费 是什么来的 那些它真的有真金给你 没有 是service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都会使用钱 但是 究竟钱是什么来的呢 让我们看看一个名为金像的故事 股市 没有金钱系统的存在 人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 用自己的劳力 和智慧所得的成品 例如 农作物 生畜等 和其他人交换自己没有的 生活必需品 但是 当人类发现了金和银之后 金像和银像 就开始铸造金银 来制成装饰品 因为金银 美丽而稀有 而且是较柔软的金属 所以 容易分成大小不同的金币和银币 以方便用作交换物品的媒介 并且 可以按照他的大小 重量 为物品定价 因而立即为人所接受 这就是钱的起源 但是由于金和银 均为金属 重量较重 不方便攜帶 尤其当需要作大买买的时候 于是 金银帐 就想出了一门生意 就是开设一个安全的银库 当人将金银 传入银库的时候 银库就会发出一张票据 给传入金银的人 并收取少少的金银 作为费用 慢慢地 人都将他们的金银 传入这些银库 并且使用银库所发出的票据 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 银库的主人 就开始印制标准面额的银库票据 这个就是紙币的起源 后来这些银库的主人发现 很少人会将传入的金银 用票据兑换出来 所有人在市场上 都是用紙币来作交易 于是 银库的主人 开始想到另一门新的生意 就是借出银库的票据 并且收取利息 但是 这些票据 全部都是银库主人 憑空创造出来 因为银库的主人发现 只要所有人 继续使用他们所发行的紙币 又不会同一时间 有大量的人 向银库兑换真正的金银 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个就是现代银行系统的初刑 所有的货币 都是银行 憑空藉着借贷创造出来 到了今天 银行再一次进化 1970年代 美国政府取消金本位政策 让银行不需要有任何金或银 在银库 就可以单凭借贷 创造出货币 因为当一个人向银行借贷的时候 这些钱全是 凭空在你所借贷的户口里面 借着电脑键盘输入的数字 所创造出来 所有利息 亦是由电脑的计算 凭空创造出来 现今的银行系统 唯一有价值的物品 就是你向银行借贷的时候 所用的抵押品 即是你的房屋 田地 公司业务 珠宝首饰等 银行交还你的 只是凭空无限量 这样创造出来的货币 除此之外 银行唯一的工作 就是提供银行服务 即是会计 和柜台服务 银行所提供容易又简单的服务 可以得到多少回报呢 以一般的生意为例 如果每年可以得到一倍的利润 已经算是不得了 但银行的利润 如果以一般政府容许用 10%的存款作保证金的话 例如 银行拥有存款1000元 就可以借出900元 并收取利息 当银行借出这900元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在银行的另一个户口所创造的 所以这个时候 银行的户口里面 已经有1900元 当借贷人偿还了这900元给银行 银行就有2800元 再加上利息 例如100元 这个时候 银行已经有2900元 银行又可以将原本的1000元里面的900元再借出去 不单止是这样 银行所收取的利息 又可以用这个方法借贷出去 要知道利息都是凭空计算而产生 如此类推 经过无数借贷之后 银行由这1000元所衍生出来的金钱 已经可以配带几百倍 甚至数千倍 然而 银行所付出的 只是会计和柜台等简单的服务 好像任何零售业一样 但是银行却是可以赚取数百倍 数千倍的金钱 而大部分都是凭空创造出来 但是 欠债人却要用自己的努力 时间 精神 和物质 赚取那些不值一文的金钱 用来上还债款 和利息 甚至 当借贷人无法上还的时候 银行可以没收借贷人的抵押品 即是房屋 田地 公司业务 珠宝首饰等 这些亦都是整个银行系统里面 唯一有实质价值的物件 银行可以合法地凭空 将全世界所有人的努力 时间 物品 借着货币和借贷系统 一一具为己有 人每日牢牢地工作 却是被银行这个吸血重所吸干 并且 全世界每个城市里面 最大 最华丽 最奢华 以及位于最昂贵地皮的建筑物 都是银行 全世界收入最高的行业 也是银行 甚至当银行出现问题之后 却由人民的税收 去填补银行的亏损 以2008年出现的金融海啸为例 各地政府用上千亿美元来救市 其实 全部是用人民的血汗钱 来换取这些银行 和金融机构的高层 继续收取庞大的花红 以及奢华过活 比特币本身的系统 你要做同样的系统 第一 时间不要说了 我当你现在即日可以做出来 不要说时间了 你都要用现在超越这个比特币的系统 多十倍的钱 才做出这个系统 所以它的价值就是在那里 就是这些人拿这个比特币 就是买它的服务 因为 就是那个保证 这样 所以当我看的时候 当然如我所说 它有机会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将来66个系统 但都一定要有66系统的 但总之现在暂时普世 是绝对没有任何另一个系统 是已经经历了三年 一直爬上来 去到十万倍了 包括Microsoft 包括巴菲特的股票 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厉害 对不对 就是它凭空可以做到自己的价值出来 因为还没有计算 就是要创造一个这样的计划 对不对 就是有些人直接抄述它的计划 改丁那样的计划 都是生好远的 原因就是它太过复杂 和太过聪明 所以 Crafai 看过整个密码 它说它就是Fortness 就是这个系统 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于是我就跟Gay Dean说 我们于是就一直搞 才发觉原来全球去搞Bitcoin 都很慢的 很多手续费 还有很多手续 由于我所说 因为它如果变成全球的2%的货币的话 就是低于1-2%的 但现在就不是的 由5%的手续费给不给的时候 它变成了20%了 这个猶豫又没有了15% 然后再想一下 好不可以 这样转的时候 又弹了50% 很突然惊 所以变成了 有时候等一天就没有了 第二天早上就会吓到 就是宁愿跌 但是就一直上升 就算它停一停 一会儿又上升 过去三年里面都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按着Webup 显示 在这么多的货币当中 唯有Bitcoin 将来会在 仍然有电脑 有电的地方 就会再生出来 唯一它才行 其他就没有了 只要按着Webup 显示出来 所以变成了 这个又有信息一次 但是如我所说 如果全港线是真的 这个就是666系统 但问题是 如我所说 所以圣经说 你安装了器材 才是没有了这个救恩 我们现在只不过就像出埃及 国人和轮舍 拿这些金子和银子 还是运去神的电 最后 我也想不到用什么方法 我们也写一个信息 他跟Grid5说过 他问到去哪里买 他说 其实你们 如果你们去中国 这这么落后的地方 未必有电脑 但你也可以买银 我们就不好意思 告诉他 我们有很多银 很多人都比你买银 你买银 有些人比你买银 有些人比你买银 这些银 所以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想 我提醒你们 其实如果比特币的话 其实我提议不要超过10个 对 翌日你长期存在 不要超过10个 现在 可能买20个30个 你打算临走之前放出来 所以现在网上很多人都 估计它的升幅 但总之就是说 基本上那帮经济家都知道 比特币是过百万的一定 但记住 就是说 你能够有的话 就立刻买 不要犹豫 因为比特币会有一天 突然间 那些人醒觉 他可以 那便会不买 直到按着webbook说 去到五、六十万港币一个 那些人开始肯放 因为事实上有些人不知道 那个系统的上限 可以去到10亿美金 所以现在 你买得到的原因 如果每个 你跟他买的人 都知道他上限10亿美金 水会放给你 对不对 没有人会放的 所以他们都是玩 刚刚进去又升到 当股票 买了就放 买了就放 有些人碰一下就走 就好了 踏入2013年4月 在金融和黄金市场上面 横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 中国大妈 在媒体上 中国大妈 突然在黄金市场上 乙军凸起 10日内出售1000亿人民币 数扣300吨实货黄金 中国各地 兴起一股抢金潮 由香港到哈尔滨 由东南到西北 到处可以见到 切夜排队抢购10货黄金的 中国大妈 尤其在金色店里面 满满都是人潮 买黄金就好像买白菜一样 论断不庆量 一时间在中国各地 大家的问候鱼变成 最近你买了黄金没有 一直被受华尔街大鳄操控的黄金市场 做空黄金的大鳄都截截败退 三百吨实货黄金被抢购一空 就连华尔街大头大哥 高盛都被逼退了 纵观整个历史 实货黄金屡建新高 金价由2000年 每盎司仅仅280美元 涨至2011年9月的历史高位 约1920美元 虽然金价回落 自至2014年1月10日 每盎司黄金价格仍然是1246美元 对比不断出现贬值的各国货币 黄金价格仍然较2000年升近5倍 华尔街资本家只为投机获利 但是中国大妈却是为了让本钱保值 作为一贯长线持有实货黄金的 中国大妈表示 买金不怕被套住 自己喜欢就得了 随着国际金价徘徊横行之制 2013年11月 有钱无地方投资的中国大妈 找到新投资目标 比特币 Bitcoin 在2009年1月 一种全新的数码化货币系统 比特币正式问世 2012年11月15日 比特币的交易价格约11美元 进入2013年 比特币出现了两轮风涨 第一轮是由年初到4月份 比特币价格由13美元一路飙升至250多美元 接着很快跌回70美元以下 之后 比特币由7月初又开始飙升 而且涨势更为惊人 甚至2013年11月29日 一个比特币升至历史性最高位的1242美元 价值约港币9600元 成为历史上首种货币的单一价格 超过一盎司黄金的价格 在中国国内的几个比特币交易平台上面 其中比特币中国的交易量 更超越了世界其他两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比特币中国最高日交易量超过10万个比特币 最高日交易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 另外在2013年7月才成立的 另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 货币网 据货币网统计 总交易额大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贵宾用户里面 竟然占40%都是累成 在国际间 中国大妈再度引起注意 及至在2013年12月 中国央行要求包括支付宝在内的第三方支付机构 关币比特币等充值通道 比特币中国就不得不暂时停止人民币充值功能 比特币价格因而暴跌 在中国的比特币市场 比特币交易成交价下跌到人民币2376.2元 最低价格只是人民币2100元左右 一个月内截至2014年1月10日 比特币竟已升至人民币5099元 即使比特币因为中国大妈投资性的参与 造成比特币价格出现升跌 但是比特币因为它自身的功能和内在价值 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国际货币 能够在日后世界出现毁灭性的大灾难之后 仍然可以随时恢复的国际货币系统 正如Webbot作者所说 比特币的设计简直就是完美 又好像一些资深经济分析师所估计 方人真正认识比特币之后 每一个单位比特币的升值潜力 是难以想象 它的价值必定会升至超过100万美元 无论如何 日后比特币仍会因着各样因素 一如过往 会出现惯常的价格暴升或者暴跌 情况就好像在2013年4月8日 石安教会召开全职讲座 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大约是183美元 约港币1418元 日华穆斯经已一组预告 比特币惯常出现超过20%至50%升跌的现象 时至今日 比特币的价格在国际间 仍然持续升至超过900美元 约值港币7000元以上 故此 只要真正认识和明白比特币的价值 价格暴升或者暴跌 正如2013年10月31日 有报导称 一名挪威男子科克在四年前 因为赞死有关研究网上加密系统的论文 而发现了比特币 他觉得很有趣 于是贪玩地用了150挪威黑浪 约197港元 买了5000个比特币 当时他的女朋友 还埋怨他用真金白银买了这种虚拟货币 由于金额太少 他很快已经忘记了这项投资 但是四年后 按照2013年10月31日的比特币价格 这5000个比特币总值 已经升到500万黑浪 约657万港元 足够他在首都奥斯陆高尚住宅区 购买一个单位 我相信到现在升到1100元 那些低于一仙 买到1万多元那些 现在就后备了 对不对 就是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不用炒股票 但是他就很有趣 我们刚刚夹着他 在升第二个十万倍的时候 就刚刚我们可以有这个选择 所以变了 有三样东西给你知道的 第一有一个市场 市场就是在那里 买卖比特币的地方 简单来说 网上就像Ebay那样 所以基本上那些电邮都不懂得接 那些人就很吃力了 对不对 幸好我们家会有星招联 有很多科码 迫到你们要上网 学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你会简单一点的 第二 因为市场里面要跟着我们教的 因为免得你被人骗 因为实际上里面只是讲信字而已 所以很多市场都会用很多手续费 一定要那个人有户口登记 免得人骗了之后 投诉去追回 对不对 因为我所说它不是Visa 不是银行 所以现在暂时还未设定一个 再高一点的系统 但是迟些 因为它的庞大的运转 手续费一直在下跌 但是现在因为 总之它升幅 比它的手续费大很多倍 所以这个不用算 所以第一个是市场 我们会介绍给你知道 现在你跟外国买不到的 因为外国的市场是很吵架的 OK 你只能跟中国的市场买到的 在那里买在那里买 你要学会怎么买 又要学会怎么买 记住你买了之后 什么都不要放 你怎么都不要放 你怎么都留下一个旁身 或者留下一个给你的孙 OK 因为它升幅 除了永远只得2100万个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当全球海岸线事件出现了之后 全球其实只剩下210万个而已 因为每一个拥有Bitcoin的人 是用密码去记住它的 但是那个人死了 那没有人用到它是Bitcoin的了 永远放在那里的了 所以当人类越来越死得多的时候 越来越人 就是有了这些财富又离世的话 Bitcoin自然就会升价的了 明白吗 有些老爸忘了留下Bitcoin 只剩下密码而已 那密码没了就没了 是不是 所以Bitcoin一定会升 而并且 现在全球只有21个Bitcoin 全球都放在这里 你试试将全球切开21件 那有一件是你的了 有一个Bitcoin 明白吗 包括地上的土地 它那里的资源 人类会创造的所有财富 如果要用它对比的话 就要将全部财富 去除Bitcoin的数量 那就是Bitcoin的真正价 这个就是因为我当时 用银和金去计算过 所以我就懂得计算Bitcoin的价值了 2013年 Webbot作者预告 比特币将来极大机会 成为世界统一的电子货币 事实上 圣经早已预言 世界末后 The Gator必会制造出 一种全球统一的货币 即启示录 称为收印的经济系统 除了接受收印的人 其他人都不得做买卖 假如 比特币 与Webbot作者所预告 成为将来世界统一使用的电子货币 其实 比特币的设计 根本是一种 为了预备普世性大灾难 或者全球性海岸线事件后 都能够随时恢复运作的国际货币系统 究竟 当比特币成为全球统一使用的货币之后 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样 又意味了 比特币背负了什么意思呢 原来 当比特币成为全球统一使用的货币之后 这就意味了 那时 全世界的贸易 只能以比特币作结算 比特币与传统的货币的分别 在于比特币的运行机制 是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银行 政府 企业的支援 因而确保了 任何人 机构或者政府 都不可能操控 比特币的货币总量 或者制造通货膨胀 其中最要紧的 那是比特币的总数量 按照设计 预定了在2140年 比特币最终达到最极限的2100万个 换句话说 到时整个世界 包括土地 现在所有的资源 将来发掘出来的所有资源 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 贵金属 金 银 宝石 城市 商业大厦 住宅物业 企业 股票 衣服 电子产品 食物 农作产业 汽车 飞机 游轮 军事设备 及太空设施 并且 所有古往今来的艺术品 例如古碗 明画 总而言之 就是所有可以作交易的物件 全规纳于 2100万个比特币 比特币的总数量 永远都不会多过2100万个 万一 因为人为缘故 遗失了自己所拥有的比特币 到时 全球可以使用的比特币 就只会少于2100万个 故此 那就是每一个比特币的真正价值 进一步说 每一个比特币的真正价值 最少等于 2100万分之一个地球 的全部财富 但是问题这个是外面认可的 这个计划 无论金和银也是 但现在金和银将要不是货币 只是贵金属的话 比特币将会成为货币的话 一个比特币的话 是它价值的什么呢 我现在再给你一条数据 谁想知道 比特币有历史来的呢 我当不会有人死的了 不会有消失的了 比特币只得2100万个 我当全世界只得香港这么多人 700万人 那么每一个人 是分到多少个比特币呢 三个 是他们一生的财富的了 我当全世界得香港这么多人 香港有多少人呢 对比全世界 全世界刚刚是一个整数 是70亿人 换句话说 是1000个人才有三个比特币 明白吗 而三个比特币 如我所说 全球海洋线事件之后 就死了九成了 因为为什么用比特币的人 全部都在海洋线上 所以它被设计出来 就连这些都想起来 所以它会升价的 它升得很厉害的 所以变成我计算最低限度 当全世界去除2100万个比特币 不是除210万个的 但是它是不断会少的 所以变成一个人留下一个比特币 就好像现在你留下满清 或者以前那些 银元宝或者金元宝那些 那些金元宝买了过百万一个 虽然它们都是一两 但是已经不是那个价了 银元是一种以银铸造的钱币 很早就开注在欧洲 曾经广泛在世界各地流通 其中以15世纪末的西班牙银元最为流行 中国也都有银元 俗称元银 银钱 银饼 大洋等等 明清朝代和西洋进行贸易 由西方流入的白银 多数铸造成硬币的银元 在名臣中万历年间 银元开始较大量地 由欧洲流入中国 但是外国贸易用的银元 它的含银量只有九成 中国人却要用近乎十成含银量的银两换取 一般情况下 一个银元约重0.72两 若果只有九成银含银 那白银只有0.648两 但是民间大致上用0.7两白银元宝 兑换一个银元 所以银元虽然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便利媒介 却在某程度上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由于外国银元的流入 在光水十四至十五年间 广东地方当局正式设立银元局 开始用机器大量银造中国银元 因为当时中国银元上有盘龙像 所以被称为龙阳 此后湖北、江南、北洋、浙江、安徽、奉天、吉林 湖南、福建、四川、云南等地都有银造龙阳 而四川、西藏、新疆等地则注作其他银元 在宣统二年 清朝廷颁布币制则例 规定用银为本位币 以西制标准重量为27.47克 城市90.2% 白银含量 真真正正只有24.76克 化为中国重量单位 每枚重负平七千二分 纯银含量九成 即是含白银量只有六千四分八里 民国元年 开住孙中山半身执面像的开国纪念银元 及至1914年 北洋政府推出国币条例 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 银元上有袁世凯的头像 俗称元大头 定为国币一元 重七千二分 纯银含量八成九 即是只有六千四分八里白银 相等于只有23.9克 所以一般银元的白银含量 只有九成以下 相对一般俗称925 白银首饰的白银含量 还要低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 以现代金行盎士重量单位 每一盎士等于31.1035克 所以一般的银元往往也不足一盎士的白银量 但是由于中国银元是由贵金属 或者白银合金铸造 加上发行数量和流通时间有限 所以上传的数量很少 所以银元在投资保值上具有极大的升值潜力 投资收藏银元关键就是真和精量点 银造量小 特别板 错体板等传量极小的老银元 升值潜力较大 在2004年 一枚天津造币总厂市主的 宣统三年大清银元 长桑龙一元曾拍出人民币176万元 一枚天津造币总厂市主的宣统三年大清银元 短桑龙一元 以人民币118.8万元买出 其他著名的中国银元拍卖价格如下 在1908年铸造的 吉林省造光税元宝 重负平7前2分 银币拍至人民币88万元 光税34年 北洋造光税元宝 重负平7前2分 银币拍至人民币91.84万元 在1898年铸造的 湖南省造光税元宝 重负平7前2分 银币市主让币拍至人民币236.5万元 在1896年铸造的 湖北省造本省光税元宝 重负平7前2分 银币拍至人民币436.8万元 纵使中国银元极具收藏价值 但是在一般市场和网络上售买的银元 绝大部分都是硬品 连银别证书都是偽造的 甚至部分是一些由低价金属到上白银的假银币 所以大家购买银元之前 必须首先仔细研究和拥有尽心的银别能力 避免错买硬品 蒙受损失 比特币就能做到这种东西 它本身虚拟让它想到这种方法 第一个是市场 市场提议你今天买一个 你相信我就买一个 但我可以有机会错的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冒险性 但问题是你自己不会找到这种东西 因为是真的听网络币 并且就算我听了这么多年 网络币 我都真的要转了几个回合才懂 还有加上去找一些专业人才 问好他们才能够办 你要知道三件事 第一个是市场 第二个是银包 然后我说银包 对 银包可以放在你的iPad 放在你的电脑里 放在哪里都可以 它只是一个记忆 银包可以在你自己的私人电脑 或者在别人的伺服器上 就是等于你有钱 有一个户口在eBay 做个数会更快 所以通常提议 就是九成放在自己 一成放在别人的户口过数 目前 比特币的使用仍然处于初型 其消费模式正在发展阶段 故此 大家需要学习 如何买入比特币 和一般买卖交易平台的操作 亦都因为涉及买卖平台 所以会令人感到十分陌生 这个步骤相当于我们走进银行 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 甚至 若兑换某些国家的钞票 需要和银行预先预约 因为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存备作兑换 现阶段 我们未感到比特币容易使用 只因未能轻易兑换 不过 将来比特币的兑换 必会有着更普及的发展 甚至 比特币ATM提款机 亦都已经期望在香港发展 所以 不用忧心将来兑换比特币的麻烦 所以 第一次第兄姐妹 首要是学习以电话或电脑使用钱包 如何使用或者付款 这样可以让大家 在666晶片推行之前 能够安然度过大灾难前的日子 不需要以666晶片来运作买卖系统 比特币钱包的使用 其实已经十分普及 而且 网上购物以比特币付款 依是大势所趋 根据BitPay 全球其中一间第三方 比特币付款公司提供 单以期比特币付款服务的公司 都已经超过2万间 李嘉诚私人创投基金 为港投资确认 以投资于推动比特币交易的 网上支付系统BitPay Ebay UK也会于2014年2月10日 正式接受比特币买卖 并正考虑接受比特币 成为其中一种付款方式 网上购物网站 coinsfortech.com overstock.com 所售买的物品 已是生活各种所需 由家具 电器 衣服 太阳眼镜至厨具 书籍及集资等 全部都可以直接 以比特币进行交易 所以 了解其使用方法 应为首要 比特币有好处 就算你放在其他地方 习戴司徒 拿走也不行 也拿不到你的比特币 只是自灭 你的比特币从此消失 你也拿不到它 它也拿不到 放在那里 所以那些也有可信 原因比特币已经考虑到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 放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永远不要遮瑕 因为现在 现成已经有很多木码 就是那些病毒 是进来偷你的比特币 它随时控制你的比特币 然后卖一些东西 给它 按过去 因为你在自己的电脑上 不需要入密码 你打开钱包 就会按数 明白吗 你开到电话的密码 你一按个钱包 你就按键 就可以通过哪个数字 就可以了 就这样自己通过 他说收到 那就货到 这样的 所以变成了 第二个你要知道的钱包 就是分在外面 和在这里 好了 因为将来全球会团纜 所以这个钱包 就算放在外面的钱包 也不要放在外国的伺服器 要放在中国 所以会告诉你 中国的钱包 在哪里 但是你有一个这样的钱包 如我所说 你带着个电话 带着什么 将来到有文明的城市 都会用这种货币 你按键就买东西 按键就吃东西 这样的 OK 但当然 你会再简化 会变成货币 那时候你就不要用了 因为那个走过 就已经可以过数了 那些 好了 第三就是挖矿 你就应该 未必会做的了 因为 那个就是需要 买个机器 下载一个program 做个service 那个挖矿系统 就本身就是 包括整个bitcoin 所有过户的数据都在那里 所以就会生回 所有整个系统出来的 那基本上 那些人是用很多方法 很复杂的 这个就是 搞到一头烟的了 这些 但问题是有人 一挖就挖50个出来的 OK 即是挖或入 挖50个 当我们接触比特币的时候 必会听过 挖矿 其实 挖矿是什么呢? 旧式的货币系统 货币 加入政府 或者中央银行制造 例如 经由银行发放利息 发行债券 或者借贷系统所创造 现金的银行系统 加入银行的中央电脑 处理以上事务 并储存用户的户口活动 包括 存款 汇款 计算利息 及股票买卖等 社会上 银行提供了 让国家货币 顺畅地运作的服务 由于 提供了与货币相关的服务 银行 可以合理地 收取手续费或者利息 甚至 中央银行 有权无中生有地 因制货币 然而 比特币 并非依靠中央电脑 或者中央银行 运作的系统 它是值得分散 在整个互联网上面 参与掘抗的电脑运作 比特币的货币总量 按设计 预定的速率 逐步增加 然后逐步放缓 最终 在2140年 达到极限的2100万个 比特币系统 一开始经意制定 其发行规则 是根据比特币 网络上大部分使用者的计算力 自动进行调节及规范 核心规则 为预定比特币的发行速率 首四年 每十分钟 全球发行五十个比特币 之后发行速率 会每四年递减一半 五年后 即是现在 全球发行速率 为每十分钟二十五个 移植 现今全球所有挖矿者 要同时抢挖 这每十分钟所出的 二十五个比特币 但现在 全球有超过 数百万台挖矿的电脑 包括 好设特别为挖矿 而开发的挖矿机 由于早期挖矿的人少 所以很容易挖到比特币 例如有消息指 比特币的发明者 与第一位挖矿者 中本聪 拥有超过一百五十万个比特币 以现今的比特币计算 价值已经超过十五亿美元了 早期的挖矿者 现今大多成为了千万 或者亿万附佣 但是 如果现在先参与挖矿 短期内 必定亏损 因为 购买挖矿机 运作租金 及电费等成本 再加上更新电脑晶片 和日常维修 其成本一定多于 短期内 所挖出的比特币的价格 而且挖矿者与逆俱增 挖矿 就好像玩各指老虎机 需要靠运数和运气 因为 所得比特币 是由系统按比例 及随机派发 挖得多 不代表得得更多 舉例 一名台湾挖矿者 楊哲豪 早期购买了九张 电脑显示卡进行挖矿 他花费了九万台币 并每月电费 约九千元台币 他早期挖到不少的比特币 但是到2013年 他每日只得到 0.05个比特币 因而 他在2013年 再购买一台价值 12万台币的挖矿机 虽然 电费下降至每月720元台币 但是每月 只得到2-3个比特币 叶华牧斯早于2013年4月8日 在比特币讲座上提到 如果你计划 买少量比特币 例如一千个以下 就不需要考虑挖矿了 否则一定得不偿失 倒不如 将购买挖矿机 和交电费的金额 用于直接 从市场上 扣入比特币 会更为化算 现在会10分钟25个 这样生出来 那些人 其实就如我所说 那些人生出来 给他报仇 他自己开了电脑 非常专业的人 才开了最厉害的电脑 去转移全世界的所有数据 兼够将数据再加密 如我所说 这种加密 导致黑客的人 不能进去 而且他要用更厉害的电脑 如果用得更厉害的电脑 你自己已经搞到比特币了 所以 他的加密程度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只有三件事 第一个我再说一次 就是 你知道市场 市场在哪里做买卖 就像介绍的Ebay 第二就是 有钱包 记住 有些钱包是骗人的 所以就不要乱 这些钱包 这些比特币更好 你一定要看这些钱包 在哪里出 信不信得过 才好你转钱包 因为这些钱包会帮你 看完 然后介绍到你 这样的 我们这次 不会讲挖矿 好了 再说回银包 银包 银包 记住 不懂电脑的人 就小心 一下转用你的电话 或者你的电脑的话 虽然是方便 因为你可以把它 插入USB 你放下电话 使用了这个program 拿USB去全球 哪个地方都可以开 但问题 如果你在你自己的电脑下转了 或者是 自己使用了 你找不出来 OK 那会永远消失 那别人发达 你就没钱了 因为这个世界又少了比特币 也没有 于是这些又自动升价 因为没有那么多比特币 那些人只有一张扯高 就像金和银一样 但是 所以有些放在外面 是好一点的 所以暂时来说 你们只有十个八个 对比别人一千万个 那些 所以你放在外面 没什么所谓 但记住 这里会变的 不断变的 因为等于以前来说 一万个不算是什么 但现在一千个已经很重要了 那接下来 就十个都很重要了 那不断变的 外面的服务 那时候你就要在这方面 银包方面 学会多些东西 就扯回比特币 放回你 然后呢 懂得如何复充它 复充它 复充了之后 就算电脑下转了 你有一个USB都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在外面的银包 记得密码 你忘记的密码 你离开不回 那又是 又是没有了 OK 那也有人呢 是试过 措手刷了自己和别人的Bitcoin OK 因为连人包也刷刷了 就没有了 因为它始终是虚拟的 不是一块金 一两银 你搬屋的时候 会找出来 那不是的 那你没有了就没有了 或者你的电脑壞了 确认已经烧了 那又没有了 所以变成你 放在自己的电脑 会有这个危险 要让你们知道的 但是就是了 就是这么麻烦 就是这么多 普通婆子不用想了 所以没有人跟那些人争 就是这件事 现在拦着全世界的人 去抢 但是问题是 现在 塞浦路斯事件之后 按着web box 又有另一个小岛 将会又是这样 抹收他们的钱 接着全欧洲 连锁反映 美国、加拿大 和全欧洲 都是这样抹收 人的钱 然后推他们去用Bitcoin 那时候 你会见识一日 升一百倍的感觉是如何 OK 但是问题是 那时候 他们会简化他的 极之快会简化他的 但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复杂 导致他们的冲击 是差不多10天 那些人才申请到户口 才能够 搞到 搞到都不知道去哪里买 那现在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不要甚至复杂 因为如果不复杂 晨早就已经没轮到来买 但我们将它简化了 使得可以立刻 起码学会买一个 也学会如何卖出去 所以现在我们买web box 都是用Bitcoin 就是按过Bitcoin 那他就传过来 那我们按过去的时候 拍了一幅画面的照片 证明给他看 我们传过去 那他就 我们当然相信他会传过来 那结果他真的会传过来 因为那些你做买卖的时候 真的不能追求的 那就是要建立了中间的 安全系统 或者信任系统 有些人 或者即时交易 那样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我所说 这个就算你当失怒 一个小孩 他拥有一个Bitcoin 那就算没有了 父母下半生 他可以花天走地 是不是 这样 只要你有一个 那就已经可以了 这个就是 很多人意想不到 但是有文明的地方 就会有Bitcoin 但是没有文明的地方 农村 都是用银和金的 这个就是按着 Web Bob 来说的 好了 在感言部分 我想大家看一段经文 就是《约尔书》 第二章 第三十一节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字眼 其实很多的识经家 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浪 因为如果对于我们 外邦人来说 我们会找到另一种浪 另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他一定会看这个 是一个浪 就是拉比 因为第三十一节 说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夜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曾经分享过 就是说 其实由今年 就是2014年的 4月15日开始 就是这个Tetra 就是连续四个的 日头变为黑 月亮变为血 亦全部都在节期 第一个就会在如月节 第二个就在祝彭节 是这样的 在2014年 而第二次就是 205年一量有两个节期 有这一种对比 但是这个 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一定是一个信息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拉比 如果看着节期 他常常都会看到这些 他常常都会计算到这些 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一定是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Tetra 因为我们刚刚分享过 在主耶稣自家 其实只有七次 而七次每一次都是 关于以色列 他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现象 但是 可能我们没有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里面 是有一件事 在这一节经文 是从来未应过的 为什么呢? 就是由主耶稣到现在来说 这七次的 我们所说的Tetra 是这种日头变黑 月亮变血 而一定要预正节期的话 我们知道 他预正节期的原因 就是神所创造的 太阳、月亮、地球 运行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 由创世纪第一章 已经神教我们 用这样去看 神在这个地上 所做的策略 但是神创造了 以色列这个国家之后 以色列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国家 是专责在节期当中 去看这些的策略 所以你会看到 很明显 以色列就是我们的 警势名宗 但是以色列是唯一 有了节期 去设计这些 这么特别的日子 但是问题 这七个日子 由主耶稣到现在 出现这七次 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这个Tetra 出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大事 通常是这个Tetra 出现的没有一个规律性的 有时候是之前的几个月 有时候是之后的一年 才出现这些大事 因为说 由主耶稣到现在 才只有七次 就是以色列灭局 到现在才只有七次 所以变成是 它没有一个规律 所以变成这一节的经文 其实是从来未认过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些经文 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当我们说 世界上最后结束 就是七年大灾难的 最后三年半开始之前 它说明是之前 因为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 圣经通常都说 是耶稣报仇的日子 耶稣大而可慰的日子 但是问题 原来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字眼 就是原来 将会有一次 其中一次的Tetra 其中一次的日头变黑 月亮变血 就出现了耶稣大而可慰的日子 因为我们再看一次 提三十一节 它说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而在世界上 我们现在来的 你听完这篇数字之后 随时都未到一百日 4月15日 就已经开始第一个了 就在以色列余节的时候 但是这个日头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它说这些出现 和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发生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哪些 前面这里说的 这都在耶华大而可慰的日子 未到以前 是未到以前 所以这里说出 原来这四个Tetra 出现了之后 会立即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什么 就是耶华大而可慰的日子 这四个日子 会是一个先驱 会是一个预告 让我们知道 这个事件出现之后 就紧紧随着它 会出现了耶华大而可慰的日子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这四个的时间 会有机会 真真正正正 刚刚刚在2015年完结之后 我们踏入2016年的时候 就会开始七年大灾难的后半段 所以以前来说 它是完全没有规律 可能是之前发生 可能是之后发生 总之就是这四个Tetra 出现的前后一两年发生 但是现在离解日子当中 如果这一次是应验的话 那在这四个 我们所说的Tetra出现之后 紧接着它发生 竟然就是耶华大而可慰的日子 但问题就是这样 神写这段圣经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要紧守警醒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日头变香 月亮变断的时候 要紧守警醒 对不对 因为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将这件事记住之后 给我们一个提议 也给我们一个提示 要做些什么呢 因为第三个节目说 都那时候 凡求告耶华的名就必得交 因为照耶华所说的 在石岩山 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 在圣下人中 必有耶华所照的 这段经文是说明 特意用这个时间性 给我们知道 当我们看到Tetra出现的时候 日头变黑 月亮变脱的时候 我们要警醒 对不对 但我想你知道 从今天起来到一千年里面 我们只是在这两年 即是说你的儿子 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不用想耶华是日子 你的孙子也不用想 你的孙子也不用想 你的孙子的室子 总之一千年 至少十代 以现代来说 四十岁生了个儿子 说到二十代之内 这段经文 他们不用理想 他们不用警醒 他们不用想耶华 但以可华是日子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一千年里面 也不会有Tetra 也不会有这个 那你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什么 所以譬如 刚才说 这个别刊里面说的时候 我自己听到 最深刻的一个字 就是因勤 其实在弟兄姊妹 我们要选择 拥有智慧 在适当的东西里面因勤 其实在别刊 譬如大家听了一件很新的东西 有些可能你听的时候 已经打算放弃 不会去明白 等别人去明白 或者算 跟其他主要讯息一样 不是的 我们现在要选择性 在这两年里面 特别要因勤 因为 这一千年里面 全世界的所有基督徒 如果不因勤 就会错失了 肯定 因为不会再有Tetra 这一千年之内 这两年我们一定要 去等候耶华 大而可卫日子来到 就是我们这两年 2014和2015 因为2015 完之后 似乎 如果主在这一千年之内 回来 那就是2015年之后 立即完之后 的时间 就是耶华 大而可卫日子出现之前 就是这支圣经 所给我们的提醒 但是问题 我想你知道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懂得在这段时间 我们要懂得它恩勤 就像今次 我们听Bekon这个教导 我们一定要 譬如大家要学习新的东西 又要学习这些密码 如何自己创造的密码 自己又会记得 是吧 选择性恩勤 选择性在这段时间当中 在最重要的当中 去特别恩勤 成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神也要我们 懂得去如何 趁时而作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时间 我们就要懂得 在这个智慧当中 在神的带领下 在神所指定的东西当中 选择性跟从神 指定的东西去恩勤 或者没错 你现在有读书 或者现在你做家庭主父 你在你的工作当中 是很努力 很恩勤 但是跟从神的人 是一定在神的指定方向 指定做的东西当中 去恩勤努力 所以今次Bekon这套信息 真的要记住 不要说听完就算 放下几个礼拜 或者几年之后 打算重听 不要 重听去问人 去做 去学习 因为这套信息 是帮助你将来 可以永久性 是不用用芝士的 而事实上 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 很多人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能已经熟得很重要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是完全陌生 这段时间去讨论 装备自己 成为自己其中一样 识的东西 就如我所说 我自己教自己的儿子都说 如果你现在 花几个星期去识识 这件事 所以你年幼 你只是13岁 但问题是 你识识了这件事之后 在这个时间 你花下去的几个星期 绝对比你有生之年 花几十年去做其他东西 这是不止百倍祝福 一定会百倍回来的 因为我们亲眼都见到 这件事已经是十万倍 事实上 我跟你说这篇信息的时候 别干已经升了一百万倍了 对比它开始出来的时候 明白吗? 世上有什么保证 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哪一种的货币 哪一种的美金 哪一种的Yen 哪一种的韩环 是出的时候 到现在 它的货币是升值的? 别说一百万倍 我只是说升值 哪里有? 没有的 是吧? 你没见过一个货币做到的 历史上只有一个货币 现在是事实上 证明给你看 但现在 很多人还未知道 这些简单的对比 他们还蒙茶茶 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一定会变成全球性的货币 因为他连圣经都不信 他不信将来有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是吧? 但我们相信圣经 而在我们信了这么多年 未见过的情况下 在我们眼前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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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是吧? 比特币就只照着圣经一样的时间表 照着圣经一样的形势 出现在我们眼前 所以变成 我们因为有这个真知识 其实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但如果我所说 因为要复杂 去麻烦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一定不懂 是现在这个时间 将来装贴士 谁不懂 但现在就是不装贴士 很多人都很难去懂 你现在一定要去懂 欣勤去学 欣勤去问 欣勤去做 最少 如我所说 经过很多困难 才能买到一个货币 做 去做 或者是十分之一个 都买 经过这个步骤 你学会了之后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在处生的时间当中 要我们去欣勤的时间 最后我想 每一个人都跟三个人说 我会成为一个欣勤的基督徒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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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主 好了 最后我们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一起欢呼鼓祝 多谢神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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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